在於說 這個現在目前極右派的紳士看長 那他就索性就解散國會 要提前選舉 他向全國 就法國全國的演說當中指出 由於呢 這個法國的極右派政黨獲取了 將近40%的選票 他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不能屈服 我不能表現得像是 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我決定由你們來選擇 因此我今晚要解散國會 那還說親愛的同胞 請相信你們站在自己跟未來世代上 做出最佳抉擇的法國人民的立場之上 那根據分析指出 其實呢 這個提前舉行大選 對於國家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意外 對於馬克宏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因此很多的法國媒體都講說 你馬克宏是在賭博嗎 這已經是這個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 第六次解散國會 一百多年來這樣的事情 大概是發生過了八次 那根據憲法呢 只有在國家出現了危機 或陷入僵局的時候 才會來解散法國國會 那是不是代表說 馬克宏感覺現在這個政治局勢上面 他的這個位子不太穩 恐怕有下台危機嘛 所以才趕快有這樣的一個 政治豪賭的行為 那所以法國的解放報也評論 用頭版的標題講說 這是一個極端的豪賭 那的確他的對手馬林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到的 就是當時他跟馬克宏 這個算是他輸給了馬克宏 但是他們這一次 就感覺上面獲取了 40%主要的一個選票 他們說我們的極右翼 已經做好了準備 準備掌權了 如果法國人信任我們 我們就準備好掌權 所以感覺上面 馬克宏現在不太穩啊 因此是不是轉向向拜登 這邊來靠攏了呢 其實前一陣子法國跟德國 好像感覺上面是向中國 不斷的示好嘛 想要站對中國 現在感覺上面自己輸了 這樣的選舉 國會選舉 那是不是馬上就要 有轉向的一個意思出現呢 這個拜登去到了法國 那他們這個有隆重的 國事訪問這樣的歡迎儀式 還在法國這個巴黎海選門 來舉行軍禮儀式 國宴款待 那包含了很多的好萊塢明星啊 還有商界大佬啊 都有參與 那雙方呢 進行了雙邊會台 也發表聯合聲明 就是提到了 那就差不多那些話嘛 就印太自由航行啊 公平貿易啊 感覺上面都是 衝著中國大陸而來喔 那馬克宏也提到了說 欸中國產能過剩這件事情 那就呼籲呢 法美我們要協調行動 欸突然又好像靠向了美國這邊喔 他們說對於大陸創造出來 產能過剩的這個潛在不公平行為 表達了一些相關的憂慮 那美國的經濟學家就吐槽啊 就說其實 一直在講中國產能過剩 美國喔 才是最大的問題點 美國怎麼不為自己的產能不足而感到羞恥呢 因為你一直在講大陸產能過剩 根本是誇大其詞喔 在氣候變遷前 世界需要調動一切產能來促進 碳排放轉向可替代能源 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產能過剩喔 反倒是你美國是產能不足吧 你自己做不到 然後說別人產能過剩 他這個大概意思就是說 美國應該先檢討自己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川敗對決 也更加的白熱化喔 在白宮外頭有3萬多人示威 3.6萬人喔 示威還有超過10名的官員 不滿這個拜登一直在挺以色列喔 所以很多人是穿著紅色的衣服 在白宮外頭還拉著這個巨色 巨型的紅色扁額 然後來寫著一些這個口號喔 高呼從華盛頓到巴勒斯坦 我們就是紅線這樣子的口號來表達 對於拜登的不滿 那拜登也去會見了 澤倫斯基就說哎不好意思啊 前一陣子喔 援巫有一點延宕喔 又又再開了一個新的支票 說要再這個援助2.25億 他說我們會跟你站在一起 不會在這個俄羅斯侵犯烏克 侵略烏克蘭之後一走了之 那他現在做一些動作 感覺上面好像都是為著他的選舉而做 要試圖跟川普形成一個 不同鮮明的對比嘛 因為過去川普是拒絕就是說這個 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個公墓 去去那一邊紀念喔 他就說啊拒絕紀念傻瓜跟失敗者 那5年之後呢 拜登是特別跟吉爾喔 一起去到了這個美國的這樣子 就法國有一處這個公墓 那他們也去到那一邊來進行的這個質疑喔 那所以感覺上面 這個拜登是刻意要區隔 這個川普嗎 那我們看一下最新的一個民調 現在目前兩個人 拜登是獲得49%的支持 川普是50% 所以兩個人的差距非常 重點這個氣候的問題喔 因為氣候的暖化確實很嚴重 我們現在的氣候的極端異常 也已經困擾 讓我們感覺到害怕了喔 所以有理智的 然後有遠見的都已經主張 要盡量的盡快的讓地球降溫 讓地球降溫那當然就是少 不要再用火力發電了 或是盡量減少火力發電 不要再一直燒煤 燒汽油 燒天然氣 用火來發電 那台灣很遺憾的 就火力發電去變相的一直在增大 大家都知道說不要再用火力發電 大家都知道應該要節能減碳 那要減碳最好的一個方式 當然就是一方面核能已經被 被確定在歐洲 是綠能的一環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不要再用這種燒柴油 燒汽油的這種車子 所以你一定要用電燃 要用電瓶車 就是電動車 那也就是說電動車要盡快的普及化 然後這個太陽能板盡快的普及化 風力太陽能的發電 水力的發電 要盡量的普及化 大家都知道要這樣做 那美國做不到 台灣也做不到 但是美國卻阻止可以做到的國家 去趕快解決人類地球的問題 你看這個國家有多自私 我想很多的美國的經濟學家 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就自己的國家的政府 這樣的自私自利 然後把整個地球弄得亂七八糟 自己的國家弄得亂七八糟 現在要危害整個地球 真的是不應該 想一想我們台灣不也一樣嗎 就是核能發電也不准 只能一直用不斷的用火力發電 然後電動車的推動這麼的緩慢 然後那麼便宜的電動車 大陸的不讓它進來 那不也是一樣的情況嗎 就自己的內部做不好 然後還阻止這些綠能的進台灣 簡直是壞透了 我坦白說 有時候我看到有一些執政者的壞 但是可以壞到這個程度 導致讓我很驚訝 好 現在我就談一下法國的 馬克龍這次確實讀很大 馬克龍的用意很清楚 因為我們研究法國的都知道 他是一個不接地氣的總統 他也是脫離民意的總統 那麼法國的人民基本上是不喜歡這個總統 他也很清楚知道 那他這一次很有意思的就是要不喜歡他 不接地氣的然後要人民來救他 這一次他把他的前途交給法國人自己來救 你要不要你如果你要你救自己你就要救我 不然的話那馬克龍就上來了 極右派就上來了 那他現在就是要賭老百姓要不要自救 如果你不自救那你就讓極右派來執政吧 我覺得他這次賭的很大 董事長他喊出來說行業不應該過度的內捲 應該要回歸理性 為社會來做貢獻 這是根據陸媒的一個報導 他就最近在重慶的車展論壇上面 講到了這個汽車行業的內捲問題 但是王傳福就回應他說過剩才會競爭 才能夠產生繁榮 卷是一個競爭的常態 我們來聽聽看 其實卷它是一種競爭 是市場經濟的本質 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競爭 市場經濟就是一個過剩的經濟 只有過剩才競爭 競爭才能產生繁榮 那卷就是一種競爭 因此我相信所有的企業家都要擁抱 參與這種卷 對 其實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自己本身汽車品牌 非常的競爭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到世界各國 這樣子橫掃的這種很棒的產品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樣的一個競爭 其實比亞迪講說 也不會因為這個一時的得失 來破壞規則 那這個李雲飛就提到了 企業競爭就像打牌要量力而為 不要因為得失賭氣而破壞這個規則 那兩年之內 中國大陸的品牌 這個恐怕會佔大陸整體的汽車市場的八成左右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連續15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再加上呢 現在這個中國大陸的品牌佔油率 也是越來越高 品牌競爭非常的激烈 那提出來的產品更加的好 所以恐怕本身這個光是大陸市場的話 就可以自己的品牌拿下八成市佔 那另外呢 大陸的電動車銷往全球 好像也引發了其他國家的這個擔憂 他們覺得說啊競爭不過它呀 那現在銷往了巴西市場 在里約熱內盧啊 像聖保羅啊 這些地方都出現了比亞迪跟長城哦 這些汽車的這種4S店啊 陸續的開張 光是巴西的一個最新統計數據 2023年全年 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這些車子數量 是增長了4.2萬輛 那根據巴西他們這邊的一個研究 他說中國大陸的新能源車 在全球的銷售當中保持領先哦 不光是製造而已哦 因為美國一直說產量過剩嘛 他說還有中國設計也是他們喜歡的一個原因哦 因為他們覺得很好用 而且又很便利 並不是說光是製造 然後這個出資爛造 並不是 而是他有他的品牌力在這邊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跟十多年前相比哦 他們說觀察到 中國的品牌汽車現在更加先進 更具市場的競爭力 那連這個金融時報也有報導相關的內容 他說現在歐氣哦 好像在加速跟大陸的脫鉤 那根據他們這邊布魯塞爾當局哦 就是現在不斷在加強中國大陸的產品的審查 歐洲買家希望能夠降低對於這個大陸的產品的依賴 但有辦法嗎 那的確啦 現在中國大陸他們自己本身還有一些補貼的相關的計畫 所以他們的電動車 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之下 當然是越來越有競爭力 在全球都是如此哦 那2024年大陸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那整體的銷量也超過了任何一個國家哦 去年總共交付了950萬輛車 也加劇了這個大陸跟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緊張 因為就怕競爭不過嘛 那再來 現在中美的角力 新戰場變成了石墨 那石墨當然也是跟這個電動車相關哦 那根據這個分析師講說 美國在與這個中國大陸貿易對抗的時候 石墨已經變成了美國的弱點 所以美國政府被迫承認 任何車輛都要符合這個IRA的這個減稅優惠 那電池製造商短期之內 其實都還是需要依賴中國大陸的石墨 那他們鐵了心要趕快關閉這個漏洞哦 所以只給業者幾年時間 所以他們這些業者 必須得要找到一個替代方案哦 就是如果不用中國大陸的石墨的話 自己要怎麼辦呢 得要重新打造這樣的供應鏈哦 但是恐怕也沒那麼簡單 那美國的現在議會有喊出來說 欸中國大陸的電池企業 嗯這個我們應該要禁止他們 就是呃比方說像寧德時代啊 比亞迪等六家路器哦 我們應該禁止向他們來購買鋰電池哦 所以要推動好像跟這個 中國大陸的供應鏈鍛鍊 嗯但是有辦法嗎 這也是一個難處 因為像特斯拉也是很依賴這個 寧德時代的電池哦 那寧德時代其實在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是一個重點這個等於說補助的一個企業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製造出來的產品哦 在世界各國來說的話也是這個高CP值哦 那目前根據一個統計說去年5000多家的企業受到中國大陸的一些政府補貼 那首先就是這一個排在巨頭的這個電池龍頭 寧德時代是57億人民幣位居這個補貼之冠哦 所以那難怪嘛就是重點栽培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電池產業 寧德時代也是其實現在目前中國大陸在全世界讓大家看到這個品牌力的一個象徵 關切拉高走保護主義那中國大陸當然也會對美國最後採取同樣的手段哦 哦 所以美國最後也失去中國的市場 可是中國是14億人口 那美國就有3億多人口 美國可能會覺得說反正我本來我的車子在你們的國家賣的也不怎麼樣嘛 那通常是德國車賣的比較好 我只要不讓你進來就可以 所以他把他自己就關起來不讓中國車進來 如果歐洲因為歐盟最近也要開始決定了 他本來是在選前的時候就要公佈 要不要對中國課翻請超稅 現在的情況就是選後了 那馬上大家都在等待他要不要課稅 如果歐洲也對中國大陸課稅的話也走保護主義 中國大陸一定反制嘛 一旦反制的話那你歐洲車你要賣到中國 可是現在的歐洲車賣到中國大陸 賣的好的是德國車賣的特別好 德國車已經佔了它兩成多以上的這麼大的一個比例 那中國大陸一旦反制以後 你德國車尤其高檔跟中檔的車 你要邁進中國大陸那就難多了 那對於這個瑞典的Volvo來講也會產生影響 瑞典的高檔車也會產生影響 那這樣的情形下你歐洲你只擁抱你自己4億多人口 這是個市場 好那我們就問中國依托在它的14億人口 你歐洲依托在你的這個4億多人口 美國3億多 可是問題是在於那其他的國家呢 拉丁美洲呢 那中國自己依托在自己廣大的市場 到拉丁美洲在非洲在東南亞跟你競爭 中國大陸長久以來一定會佔有絕對的優勢 那這樣的情形 你們這些國家的企業 那慢慢的就萎縮成為一個地區性的企業了 那如果你美國再禁止歐洲車進入美國的話 歐洲也會禁止你美國車進歐洲 那你美國就變成你的空間就越來越小了 那以後你變成一個local的一個廠牌的車子 歐洲本身的車廠多耶 德國的汽車有多少品牌 法國的 西班牙的 還有義大利的 那品牌有多少 還有瑞典的 品牌那麼多 然後都在裡面內捲的話 那我想歐洲的市場就被瓜分到最後 那些公司都變成小公司 我覺得走保富主義最後都是死路一條了 倒不如采用合作的方法相互擦股 所以後來辩時他採用最聰明的方法 就跟比亞迪就相互擦股 就是我們一起來投資新的一個公司 我佔多少 你佔多少 那這樣的話彼此之間互補 然後彼此之間那麼把自己的手藏優惠發展起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好的路 走這個保富主義真的是死路一條 目前說這個李強他要在這周的時候訪問了紐西蘭 而這個也是中國的總理時隔七年再度訪問紐西蘭 那當然也說會在一些關鍵的議題上 希望兩國可以有更多的接觸 我們看到其實李強訪問紐西蘭之前就是說 根據這個AQS的安全議題上可能會提上議程 那紐西蘭最近他們當選的右翼政府 確實在態度上也有一些不太一樣 他們轉向於美澳建立更密切的關係 但是當然也提到說要參與這樣的組織 而紐西蘭的外長是在5月份的時候 猛烈的抨擊說中國在太平洋島嶼的行動 更警告說不要採取可能破壞地區安全 這樣的行為 好所以在這一周李強要訪問澳紐 就是七年來第一次 那也預計說很有可能呢 在商業上有一些進展 比方說呢 就是說愛班尼斯呢 原本預計6月16號要在坎培拉 來進行這個雙邊的會談 那行程是李強呢 會前往博斯來出席這個CEO的圓桌會議 到時候包含大型的礦業公司啊 銀行啊農貿出口商這些呢 有業務往來的高層都會參加這場會議 所以呢這一次的出訪喔 也有可能是對於澳洲的活龍蝦解禁 是不是大家也很期望說可以提供一些契機喔 也是作為雙方未來恢復 友好貿易一個關鍵的訊息喔 好那另外我們看到喔 中國現在呢准了澳洲牛肉入關了 欸巴西開始覺得有些不安了 因為呢 他們現在向中國出口的牛肉 已經是佔總產量的40%了 那中國在5月29號的時候 取消了針對澳洲牛肉的禁令了 當然巴西方面呢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銷售 因為在中澳外交關係不錯的時候 當時呢 中國是澳洲牛肉的第二大買家 分析就提到說 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牛肉生產國 和第二大牛肉的進出口國 那也受到中澳之間的貿易影響 也可能會調整牛肉的出口價格 好那現在說到牛肉啊很有可能喔 不要大家太意外 因為我剛剛自己呢也看了兩三次喔 華為也賣牛肉嗎 這是根據喔 這鳳凰網就提到說 華為很可能是中國最大的牛肉進口商 好為什麼呢 不是說他直接的賣牛肉養牛喔 是說呢 因為他在這個商城上 開始賣一些全球的農產品喔 那所有的華為商城都已經開通了 這樣的美食分類 裡面呢 牛肉啊 葡萄酒啊 都是標配 那這個電商部門當然賣的不只是牛肉 紅酒 鮭魚 奶粉 這些都有 那這是一個華為喔 對美國制裁一種戰略布局 為什麼呢 因為華為在海外收款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困難 那很多的用戶可能沒有辦法 直接支付美元啊 或是歐元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華為就使用貨幣互換的這樣的協議喔 也就是說呢 使用當地貨幣支付 當地的開支 那麼採購當地的產品 再運回中國大陸來銷售 避免這樣的匯率風險啊 或是增加了他們的收入來源喔 最簡單的講法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喔 阿根廷呢 就是第一批購買這個華為5G的國家 那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他們賣阿根廷的牛肉呢 就是因為阿根廷 乾脆就直接把牛肉 當作錢 他們沒有外匯的話 就拿這個牛肉來當作是一個通貨 拿來抵賬 所以呢 我們就想到說 欸 任正非在2013年的時候 他曾經在一個會議上面就講說 電商做好以後呢 我們酒也會在這邊賣 阿根廷買回來的牛肉 也可以在網路上賣了 當時呢 他還說這只是一個比方啦 沒有想到11年後呢 欸 這段話是真的了 那華為現在呢 還要自己來研發AI的晶片呢 因為呢 現在這個當然AI的熱潮嘛 我們知道最夯的就是灰達了 那華為現在也推出了 這個AI晶片呢 是可以訓練大型的語言模型時 號稱啊 這個效率呢 可以來到灰達的這個80%左右 那有些特定的測試效能上呢 他們宣稱甚至GPU呢 是來到了20% 華為接下來也要爭取更多的 當然國產晶片的驅動算力 更說要籌劃 要建立一個10萬卡算力集群 要跟科研的機構啊 來合作啊 促進大模型的研發 也就是說他們自己開始呢 也要朝向研發AI晶片 這樣子的模式了 先請教賴老師 怎麼看說 李強訪問牛 是不是有可能帶來一些外交上啊 經濟上的土豐 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努力 因為澳大利亞好不容易 一直在努力修補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中國也蠻珍視蠻珍惜 澳大利亞的政府的努力 那當然大陸也不希望說紐西蘭 它又轉向了 因為過去紐西蘭它是認為 跟中國大陸維持好關係 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這一屆的政府 似乎有一點點在轉向 所以大陸在做很大的一個努力 就是把它們再拉得緊一點 本來紐西蘭跟澳大利亞有個想法 它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把安全跟經濟 分家分開 那經濟我賺你的錢 安全上我跟著美國跟你對抗 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是覺得不太合適吧 你一方面賺我的錢拿我的錢去養你的軍隊 再拿你的軍隊跟美國來對抗我 然後參與這菲律賓的一些事情 這個不太合適 那因此呢這個是需要溝通 那除了溝通以外也需要籌碼 那除了籌碼以外也需要壓力 因為如果你沒有籌碼 你就沒有辦法對對方構成壓力 所以籌碼是很重要 那什麼叫籌碼呢 也就是我如果從你紐西蘭這邊 你的經濟更依賴我 或是你澳大利亞你的經濟更依賴我 那我就有更大的籌碼 如果你都不依賴我 我就沒有任何籌碼了 我想這個部分裡面就把籌碼先建立起來 那這樣的情形下 如果你不考慮你的廠商 你的生產製造商 你的落籠 你的牛農 你的利益的話 那你要跟著美國對抗 那對不起了 那我只好把你的龍蝦關掉 把你的紅酒關掉 把你的礦產關掉等等的 這個是我可以做的事 這代表什麼 這個就是籌碼 所以籌碼要先創造 我覺得這一點的努力是有必要的 也是一個談判的技巧 對 有這樣的一種做法 我覺得這個做 而且這個對中國大陸沒有壞處 為什麼 你想想看如果從紐西蘭 或是從澳大利亞進口更多的牛 或是牛奶的這種乳製品的話 那中國大陸對歐洲就有更大的籌碼了 例如說大陸現在已經開始考慮 對於歐洲要實施所謂乳製品的反傾銷稅的調查 那這個對歐洲的這一些反中的 或是目前來講 想對中國大陸調高汽車關稅的國家來說的話 他就要考慮再三了 這個就是籌碼 好 同樣的 我可以從澳大利亞從紐西蘭進口更多的牛肉的話 這個對美國的牛肉商 那麼賣到中國大陸的牛肉商來講 它是不是要減價 那這個對中國的消費者是一件好事情 同樣的巴西也必須要想辦法減價 因為這樣的話對中國的消費者就是好事 所以這樣子做法的話 事實上是有各方面的好多贏的一個局面在思考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動作其實是有必要的 有關於華為的問題是這樣子 因為當時阿根廷的經濟陷入困境 它的外匯用光了 它的債台高足 它甚至在IMF裡面都要清算它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中國大陸當時用人民幣來幫阿根廷 也就是阿根廷欠IMF的債是用人民幣來支付 可是那個人民幣你怎麼還給我 那因此當時就由華為出面了 華為就用以貨易貨的方式 也就是我把我的5G的系統賣到你阿根廷去 那你阿根廷根本沒有能力來支付嘛 因為你阿根廷的經濟出問題了 怎麼辦你牛肉賣給我 那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價錢總額算出來以後 看看你當時阿根廷的牛肉的價格多少錢 我就跟你買 買來以後就變成由華為的電商來幫阿根廷 在中國的境內或是境外來賣牛肉 這個就是促成華為變成一個牛肉的電商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它是幫助阿根廷 可是阿根廷的右翼政府上來以後 對中國大陸採取非常不友善的一個動作 可是這個合約當時已經簽了 是前政府簽的 所以華為繼續履行合約 那現在要看的就是這個米萊 這個右翼的這個政府 他本身會不會繼續下去 還是說他要改變他的態度 我想這個未來的一個走向 還有一段路在走 但是至少華為的電商已經有了阿根廷的牛肉 我們接下來來看到是這個金磚的外長會議 我們看到王毅他抵達了俄羅斯 那麼當然他第一時間他一抵達之後 毫不猶豫 你看到畫面上他就走向前了 而且這是一個俄羅斯的一個禮儀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就是他抱著女生他抱著一個藍的麵包 那他就直接拿起來沾了旁邊的鹽巴就直接吃了 那當然你看到的時候我們看會有點驚訝說 這會不會有一些安全上疑慮呢 不過這也顯見說確實這個中俄的關係是相當的良好的 那這個在外交場合上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因為國際社會上這樣子外長直接當場就吃 不是自身團隊帶來的食物 確實可能會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不過確實你看到剛剛畫面上他就吃了起來 那在這個外長會議上其實王毅也提出了一個 所謂大金磚的戰略 他說當前個別的大國是重拾了冷戰的思維 那拼湊出地緣政治變成一個像是小圈子 公然抵制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 所以他認為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發揮 所謂大金磚的一個政治的意涵 把金磚打造成新興市場 發展中國家等等佔多邊的合作機制 那他也提到說過去一年其實金磚的合作 是有亮度有速度有強度的 那現在要以擴源開啟全球南方聯合自強 一個新的開始 那也認為說這吸引力會持續的增強 那我們看到俄羅斯的總統顧問 就提到說目前有59個國家計劃 要加入金磚國家上合組織和歐亞經濟聯盟 另外有30個代表團 他們希望參加10月份在客山舉行的 金磚國家高峰會 那這一次白鱷跟古巴是被特殊的邀請 也列席來參加了 好那我們看到王毅也和巴西的外交部長來會面 那就提到說中方始終把巴西 巴西是置在一個中國外交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強調的是中國重視巴西在拉美地區的重要影響力 好除了呢是在跟金磚國家之外 我們看到呢在伊索比亞的部分呢 現在呢也說啟用了一個中國建造的航站樓 而且號稱呢說這可以讓他們的年旅客吞吐量 至少是增加了一倍以上 那除了是剛剛我們提到的機場之外呢 伊索比亞和東非的第一條高速公路 及這個另外的友誼廣場 其實也都是跟中國大陸呢 就是援建而來的 那伊索比亞的總理呢 就說他有注意到喔 這個積極參與東方國家的建築活動 他感謝中國大陸的積極貢獻 好除了是這個非洲 另外在摩洛哥呢 還有這個國宣高科420億就設廠在這邊 那他說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電池製造原料的一個大國嘛 所以呢他說在這裡頭呢 磷酸鹽的除量佔世界除量的75% 另外還有很珍貴的這些豐富的礦產資源 所以呢摩洛哥這個地方有多重要呢 因為他跟歐洲在地理上也是一匣之隔 所以他也是可以視作是中資要出海 歐洲一個相當重要的門戶 也就是說這其實是有整體戰略考量的 那現在呢 中國大陸也像布吉納法所 除了經濟上呢 還有就是在這個軍事軍備上了 交付了有關於呢50輛軍用車輛 另外呢還有是40輛的防雷巡邏車 你可以看到在畫面上呢 就是在整個交付儀式的現場 有好幾輛的軍用車輛 是排排站並肩的停在這邊 另外還有40輛的防雷巡邏車 一口氣都來交付給 中國也已經像奈吉利啊 交付將近有300輛的裝甲車 等等的這些武器啊 還有呢近期啊在星巴威呢 中國也捐了一個2800萬美元的一個裝備啊 所以呢就說中國人可以說 他們將為你提供一支全新的軍隊 也會直接幫你建造一條鐵路 這是他們在形容的 那美國呢非洲司令部喔 現在呢也警告了 他就說美國軍售批准太慢了 所以很多的西非國家 他們乾脆就轉向變成呢是轉向中國 因為中國不只幫他們提供武器 習近平甚至也承諾會加強聯合演習 也解決他們的安全問題 所以你看到非洲有50個國家的軍官呢 他們就參加了中國提供的軍事教育課程 也顯見說在武器上啊 軍武上呢合作是越來越密切了 好我們先請教賴老師 怎麼看說這個金磚的外長會上呢 王毅提到這個大金磚這樣的戰略 這次金磚的高峰會是在俄國舉行 喀山嘛 在這是最重要的一次的會議 就是外長會議 因為外長會議結束以後 那已經幫他們的國家元首 都已經搞定了大概的方向 目前的方向大概分三個三塊區域 政治安全這一塊區域 還有經濟金融這一塊 另外就是文化的交流合作 這三塊區域 文化的交流合作就是讓這金磚國家 彼此之間的文化交流再更多一點 然後讓彼此之間的社會融入度更大一點 那減少因為文化上的歧義 產生了一些矛盾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根很深的一個工作 這一次的經濟金融的問題 主要的就是本幣交易的問題 跟清算銀行的一個開設 那這樣的話會對於人民幣 因為人民幣是中國是金磚國家的 最強大的經濟體 而且也是工業體系最完整 金融體系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所以如果這一次他們決定了 我想應該已經這方向八九不離始了 那麼確定以本幣交易作為他們的金磚國家 的一個發展為主要的貨幣的話 人民幣會成為一個最強勢的貨幣 那人民幣會加速的國際化 它未來跟美元歐元那麼去抗衡 它的力量會最大 這樣的話會使這些金磚的國家更加的安全 更不容易受美國跟歐洲的自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戰略性的改變 走到這裡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好多的國家都想加入了 所以您注意到了 這一次像泰國也表明了我想加入 土耳其也說了我也想加入 那目前來講排隊的國家實在是很多 他們都想加入這個體系裡面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這個組織是越做越興旺 那因為想要加入就是因為 從中會對自己的發展有幫助 不然的話他不會想要加入 那由於G7他把它變成一個富有國家的俱樂部 也就是你要夠有錢才能夠進來 他們不接受沒錢的國家 那韓國也想進來 可是日本就不希望韓國進來 那你想想看 那所以這些沒錢的國家 都不能夠加入G7 我們叫做富有國家俱樂部 可是這些富有國家他們是越來越衰敗 他們越來越落後 他們是活在祖先留下來的這些城堡裡面 但是他們的各方面都已經越來越老舊 而新興的經濟體正是很興旺 不管你在亞洲 不管你看到曼谷 其實曼谷都已經快比台北還現代化了 那你會看到亞洲很多新興的國家都帶起來 這代表什麼 新興的國家成為一股重大的力量 而金磚就是在擴容 就是把南方的國家 發展中的國家就納入他們的體系內 不過有關呢 這是荷蘭 過去很少看到這樣的衝突事件 這一次是荷蘭官方公開的加以譴責 那中國大陸方面國防部也公開回應 回應什麼呢 他說荷蘭指控共軍不安全的動作 這是留意7號發生的 共軍兩架戰機一架直升機 在東海對荷蘭加以抵近 然後包括繞飛這個直升機 互相抵近的艦艇 讓他通過海域的時候 台灣海峽的時候產生危險 他認為這是很不安全的行為 那中國大陸的國防部是直接回應說 這個叫做外逼驅離完全合法合理 因為在東部的海域裡頭 何方顛倒黑白玉蓋彌彰 制造不安全的是何方 而不是中方嗎 當然戰機跟直升機的速度跟高度有差異 你說要如何互相盤旋 是有點難度就專業上來看 但根據三立新聞的新聞特別講說 哎呦這個是有差的你看 中國不滿荷蘭艦穿越台海 就派軍機盤旋逼近 那赤子挑軟的吃 他說如果是美國呢 他就不敢講話 只敢嘴巴喊幾聲惡意挑釁 驗證北京只敢挑柿子軟的捏 真的是這樣嗎 當然荷蘭軍情局 過去就曾經有過發布的消息是 最新也有一個跟進的就是說 中國大陸支持的網路間諜組織 去年對當地的國防部發動了多起的駭客攻擊 幾個月之內有2萬人受害 這個受害不知道是指哪一種方面 到什麼受害 應該是入侵嗎 還是網站上怎麼被癱瘓 不知道 但是除了荷蘭的軍工業跟辦公室產業之外 整個歐美地區荷蘭說都是中國間諜的目標嗎 跟歐美有關的先進產業通通都被監控 跟或者是被駭客入侵的嗎 那這個是過去阿姆斯特丹市議員 亞利桑那說的1280台 這個目前有1280台的中國製造的攝像頭 因此因為這些理由可能會被危害 所以全面都要把它解除任務 但是因為花費經費太大 要花5年把攝像頭 路上交通 公拍路上的所謂交通的攝像儀器 通通都要拿掉 免得被監控 會被入認知作戰 監控的可能性 真的嗎 因為今年海荷蘭首相 才剛剛到中國大陸去見過習近平 兩個人當時是感覺非常的和樂 而且當時習近平是說 任何勢力都無法惡阻中國科技發展的步伐 脫國鍛鍊沒有出路 合作開放唯一選擇 荷蘭總理呂特當時是給他正面的回應 他說合脫鍛鍊 但鍊不是荷蘭要的 因為他也希望不要損害 跟中國發展的各種合作機會 所以這有意思了 到底呂特還面告了習近平說 中國網路有間諜 他們很棘手 要求中方能夠關注 但現在又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跟美國有關係嗎 美國要抗中嗎 美國要大選嗎 當然艾斯摩爾也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美國要抵制 對抗 圍堵中國大陸 在晶片部分 艾斯摩爾執行長 前兩天我們才特別講說 他告訴大家說 美國對艾斯摩爾出售EUV 到中國這種禁令 只會促進了中國大陸自己研發的成長 會反而這個所謂7奈米晶片 華為快速發展出來 不過事實上如此 真的華為已經公開的宣佈說 它7奈米升級版的AI晶片 升騰910C 這個性能已經可以對標到NVIDIA的H200了 所以這樣子的技術快速的升級 不也是來自於中國被美國所圍堵跟管制嗎 那業界甚至預估 這個所謂的910C的單卡價格會大概台幣85萬左右 但它的競爭力跟輝達128萬有相當價格優勢 但是當然技術能量各方面還有大家來對比看看 但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圍堵跟技術的圍剿 現在看起來真的是對美國來講反效果嗎 賴教授先來看看在荷蘭的部分 為什麼突然這麼大動作呢 荷蘭是自其取辱 那麼自己早罵哀 然後自己被驅趕 因為現在的荷蘭不是您剛提到的旅特的政府 因為他現在是極右翼當家了 那旅特已經卸任了 旅特現在在努力爭取當北約的秘書長 這樣的一個職務 可是極右翼上來以後想立軍威 想說我是極右翼的我很厲害 有美國人可以靠我可以來試看看 那他這次派的這一艘軍艦是老軍艦 23年的建林 他是主要是為了要參加這個 美國的環太平洋的軍演 因為兩年半一次嘛 荷蘭派了一艘船 可是因為荷蘭過去殖民過台灣 所以他念念不忘這個佛羅摩沙 然後他也殖民過印尼 所以他認為他在這個印太這個地區啊 他還是有這個足夠的威望 足夠的力量 可是他忘了現在的海權時代 已經不是你荷蘭 那個全盛時期的海權了 現在在整個太平洋的海權 是中美在較量 而不是你荷蘭 荷蘭已經不是一個咖 可是他忘不了過去的歷史 所以他就要到這個地方來秀肌肉 穿越台灣海峽 其實穿越台灣海峽 沒有發生什麼樣的大問題 大陸就是保持警戒 可是他是在哪裡被驅趕呢 是到上海口 也就是到上海的時候他被驅趕了 那中國大陸剛開始是用廣播 就是用通訊告訴你說 你已經進入我們的水域了 麻煩你離開 那他不理會 他說他根據安理會的決議 他來執行監督朝鮮在海上的活動 你想想看 可是問題就在於中國大陸覺得你莫名其妙 現在我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我們什麼時候指揮你授權給你 來監督這個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關於監督朝鮮的這一些 有沒有遵守安理會的規定 這個小組已經解散了 不存在了 所以你也本身也 打馬後 這個是閩南語 你本身也要知道那個upday 應該要跟上節奏 你採用的是澳大利亞 當時一模一樣的理由 而澳大利亞當時就被中國大陸驅趕走 而且是打了一光彈 褻光彈 然後讓他的飛機下了半時就飛走了 當時澳大利亞就已經被驅逐走了 現在換你荷蘭來了 荷蘭來了以後叫你走你不走 然後你的飛機還起飛 那當然中國大陸就兩架戰機就過來了 一架直升機就把你趕走了 然後在你的箭上飛來飛去的時候 澳大利亞覺得壓力太大了走了 走了就是你自己取其辱嘛 因為沒有安理會 中國是常任理事國沒有授權給你 到我的家門口來傻眼 那因此當荷蘭被趕走了以後 荷蘭自己就要控訴 控訴以後當然大陸就馬上就罵回去嘛 罵回去就是說你謊稱啊 你說謊因為根本沒有人授權給你 沒有任何聯合國可以給你這個權利 然後你還跑到上海的門口 這都可以假啊 都可以假 有沒有這個決議 右翼的政府沒有什麼不能假的 例如說台灣現在也是極右翼的當家嘛 對不對 所以只要臉丟光了以後就怪大陸嘛 這也是極右翼在當家嘛 搞民粹主義 搞種族主義 搞民族主義 在台灣挑逗這種族群的對立衝突 難道不就是極右翼的特徵嗎 極右翼的特徵就是對於族群的矛盾衝突 是特別有興趣 然後這個就是極右翼的特徵嘛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極右翼的當家 在荷蘭極右翼的當家都玩這個把戲 同樣的把戲玩不玩啊 金磚國家 所謂金磚朋友圈 中國外長王毅出席的這個會議頭 公開發言是說 個別國家為了維護單極霸權的地位 把經濟金融手段工具化 因為金磚本來就是一個經濟合作的聯合體嘛 那現在所謂南北鴻溝擴大 他強調的是全球南方也是會講話的啦 也會出聲的啦 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 而是覺醒的力量 所以越來越多的國家想要加入 例如泰國 他見泰國的外長的時候 強調的是說中泰一家親 要幫泰國做什麼 中泰鐵路大項目 基建來發展 讓當地的基建可以達成完全不一樣的境界 因為如果基建鐵路一蓋下來 中國參見老國 泰國 鐵路路線圖 一路從昆明就可以把所有的貨運物流 直接出海 有這麼一條方便的便捷的中泰鐵路 對於中泰來講雙方都有好處 而普京當然是另外一個老大 在金磚裡頭 俄羅斯特別也歡迎土耳其 現在還在說歐洲國家說你要選邊啊 北約跟金磚你不可以兩邊討好 你要選邊啊 但普京已經公開在11號的莫斯科會見土耳其外長 強調什麼呢 歡迎他來參加 同時也計劃跟土耳其總統 艾爾段今年7月就在哈薩克活動的時候 要見面 所以對美國來講要圍堵金磚 可能對他產生的威脅的時候 被說美國的敵人是自己嗎 這是來自於金融時報的一個分析報導 金融時報分析師卡明認為 美元強勢地位是在美國有強勢的領導地位的 時候才有用 但他的地位動搖 美國隊長不強的時候 去美元化的警鐘就會響起 事實上已經響起了 所以這都會使美元的全球角色急劇下降 當然這個金磚國家自己發展的貨幣系統 也會讓美元地位一落千丈 威脅到的是美國自己 還有油援的地位也是危機 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要簽一個防禦條約很重要 對於美國來講 它也取得油援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來自於能源的這一塊 但沙烏地阿拉伯要什麼 要共同防禦條約 6月9號本來就要簽 不知道為什麼拖到現在還沒有具體的直接宣布 到底為什麼不知道 但美國承諾會保衛沙烏地阿拉伯 如果說到時候萬一沙烏地阿拉伯受到其他國家的侵擾的時候 他也要出兵去一起保衛他的 那關鍵是說現在問題是以色列 美國想要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 卻取決於他是不是可以願意承認巴勒斯坦建國 他一定不可能承認 所以這件事情會不會因此而一直延宕下去 根本沒譜了呢 那被說留給拜登時間不多 一方面是大選 但是美西亞戰略的所謂的安全協議 就類似美日的安保條例一樣 是有法律效力的 如果說這個美軍要幫助捍衛沙烏地阿拉伯交換的話 那美軍也可以進到沙特的領土跟領空各種許可 那當然沙烏地阿拉伯在中東的地位就有所提升 理論上沙烏地阿拉伯應該趕快簽才對 但是知情人士分析這是媒體來的外媒的報導說 是因為上個月沙國的王儲跟美國的國安顧問蘇利文見面 都已經完成可能性了 現在還在延宕 就是以色列不肯停火 這件事情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本來美國就是要沙特的石油出口 美元計價 那這個美元說了算的世界還可以維持下去 現在這個協議如果不簽的話 說明了接下來美元也不見得願意收 連沙烏地阿拉伯這裡油源的支付系統 又會產生另外一套的遊戲規則 賴教授怎麼看 我覺得南方世界就是我們所謂的發展中的國家 確實是在覺醒 也就是說過去二次大戰以後 嚴格上來講其實是美國它所帶領的一些有錢的工業化的國家 他們在制定主導的整個世界的所有的規則 所以他們永遠有利的 然後發展中國家永遠處於不利被剝削的一個地位 好不容易亞洲有四小龍誕生 也就是以台灣為領頭 然後香港 菲律賓 韓國 鄧 這些儒家文化的四小龍 那這個在當時也是很燦 也很閃亮 可是因為經濟體太小了 可是美國馬上就用301來打壓台灣的發展 台灣當時很多廠商就被迫離家出走 就離開了台灣 到了大陸也好 到了東南亞也好 我們也看到韓國後來在97年的時候 它的經濟崩潰了 那這些都進入了毀岸的一個時代 可是現在中國大陸起來了 而中國大陸的經濟體是這麼的大 它超過了美國 如果以平準購買力來說 它已經是全世界第一大的經濟體 它超過了美國 而它所帶動的東盟的 還有拉丁美洲 非洲的經濟都起來了 這個一起來以後 就把整個世界的力量的格局 就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美國跟它的幾個國家的影響力 就大量的衰敗 這個時候確實是南方國家 發展中國家在覺醒的 他們不再接受美國的這樣的一種霸凌 而金磚的擴容的成功 在上一屆擴容成功 也就是這些能源大國 像沙特 阿聯酋 或者是像伊朗 他們的加入 使這個金磚國家的吸引力跟力量越來越大 再加上他們主張用本幣交易 的這一屆中 你想想看有更多人吸引了 因為大家發現不用再被美國所阻擋 不要被美元所牽制 美元的這種增值 使他們的主權的債務受到很大的衝擊 而他們發現加入 所以現在有50多個國家在排隊 泰國也要加入 土耳其也要加入 那很明顯的 俄羅斯已經對土耳其招手了 說歡迎 我們看土耳其如果一加入的話 這個對於歐盟也好 對北約來說是一個重大的一種挫敗 那我們看到整個局勢在轉變 所以王毅講的這句話 其實是擁抱更多的發展中國家 都進入這個大家體裡面來 在這個裡面 我們其實比較突出的 就是因為這一次泰國 表達強烈的意願他要加入 那主要泰國是因為他發現 中勞鐵路貫通以後 整個這個遼國就是老窩 他本身的經濟發展速度 實在是越來越快 因為這條運輸線實在是太強大了 所以後來泰國很多的流連 都是走這條路走 泰國現在急得不得了 我們剛剛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 泰國的火車跟老窩已經對接了 但是問題就是中勞鐵路 當時是比較快速的 是200公里以內的 都是動車系統的 而泰國的火車是比較慢的 那你想想看 所以王毅這一次很願意 跟泰國合作 也就是協助他把整條鐵路的電氣化 高速度化 動車化 那麼打通 我想這個對於泰國過去的猶豫不絕 因為泰國過去比較傾向於跟日本合作 結果跟日本合作了十幾二十年以後 什麼影子都沒有 而看到老窩當時果斷的 就是跟中國合作 老窩成功了 泰國失敗了 現在泰國著急了 泰國希望加速 那我們也希望說趕快加速 因為還有一條鐵路 就是泛亞鐵路 馬來西亞的這條鐵路 要連接泰國一直到馬來西亞 這一次李強也要到馬來西亞去訪問 我相信可能也會有新的消息出現 這整條鐵路的貫通跟打通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 在東盟的國家的影響力 絕對會越來越大而已 而不會越來越弱